击中70公里以外的米格29 俄军又有好消息传来 乌军彻底的笑不出来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书 乌克兰的大反攻进入了第四个月了 但是实际的作战效果却是远远不如乌军的设想 而更为糟糕的是 一向对乌军大力支援的波兰公开表示 不再军援乌克兰 而作为东欧的老大 这一举动无疑会让许多的西方国家打起退党股 重新思考乌克兰冲突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反观俄军在战场上越挫越勇 那么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战术和武器装备 最近似乎还有了新的进展 前些天根据保加利亚军事网的报道 在社交平台上有人上传了一段视频 那么这段视频的画面显示 俄军的柳叶刀成功击中了乌军的米格29战机 但从视频来看 这就是俄军的一次平平无奇的打击过程 可是问题就在于 这次俄军打击的机场 距离俄军最近的所在地 至少有70公里的距离 而柳叶刀在实际使用中的打击距离 在40公里以下 这就意味着俄军很有可能对柳叶刀进行了升级 性能直接提高了50%以上 那么之前俄军虽然也大规模的 在前线列装了柳叶刀 并且在乌军大反攻的三个月里 成为了俄军手中最为高效的打击武器 但是受到射程距离的限制 柳叶刀的打击目标 大多是乌军的坦克火炮 防空导弹雷达等靠近前线的武器装备 对于更远距离的战役级别目标 俄军只有依赖远程武器 或者是空天军的战机来进行轰炸 所以即使俄军的火力强度远远要高于乌军 但是乌军可以远距离设置独立野战防空系统 与炮兵雷达以牵制俄军的军机和远程炮兵 这也是乌军能够在俄罗斯的火炮下坚持这么久的原因之一 拜登显然也是明白这一点的 近日美军向乌军提供了价值3亿美元以上的军事援助 这其中就包括了反坦克武器炮弹火炮等等 还称下一批军援中还将包含霍克防空导弹连 反射器和拦截系统 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乌军的防空能力 可此次升级的柳叶刀一出 乌军的高价值武器那可就危险了 尤其是海马斯火箭炮 俄军现在手里有射程70公里以上的新型柳叶刀 在理论上就完全拥有了打击海马斯火箭炮的可能性 而且俄军有很大的概率 已经成功的提高了战场侦察和监视的能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次柳叶刀击中米格29战机的视频就是一个证据 说明这一次和柳叶刀一起出动的 还有一架海鹰10无人机 那么根据我们此前了解的信息 这款无人机的实际操作距离和柳叶刀是相差无几的 但这一次它居然到达了70公里以外的乌军机场 这就意味着俄军解决了无人机在定位与控制上的问题 大大提高了无人机的性能指标 那么前阵子呢 乌军就在伊朗出售给俄罗斯的天竺奎2无人机残骸中 意外的发现啊 这款无人机并没有使用伊朗生产的抗干扰阵列天线 而是使用俄罗斯自产的彗星M 在对付伊朗版本的无人机 乌军只需要采取电磁压制和干扰手段 就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压制住这些无人机 而彗星M使用的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 一直是以强大的抗干扰能力而出名的 可惜的是呢 虽然抗干扰能力提高了 但是它也继承了和格洛纳斯系统同样的缺点 那就是定位精度较差 但是这次的视频中 俄军已经大幅提高了无人机的定位控制问题 补齐了这方面的短板 甚至已经开始将提升以后的芯片 广泛的用于远程武器中 升级后的柳叶刀和无人机呢 明显与俄乌的实际战况更加的匹配了 这也证明了俄罗斯作为世界上的军事强国 不仅拥有规模庞大的军火库 和生产线还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随时可以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 来提升自己的武器装备 经过俄乌战场的考验 俄罗斯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并且积极的寻求解决办法 快速提升武器装备 飞弹没有像美国想象的那样被拖垮 被夺走话语权 反而为俄罗斯积攒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整体实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也让世界看到了俄罗斯 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美西方国家的强大魄力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讨论一下 我们下次见